而他呢 嫁给了梁秀琪那个没出息的哥哥 半辈子都在三甲拉地方窝着 就算当了个村长夫人 他在梁秀琪面前也矮了一劫 没想到老天爷开眼 梁秀琪第一胎生下来的女儿 一出生 算命先生就说他行客六亲 天煞孤行命 提说后来 还刻得他连第二胎的儿子都没保住 活该他这么倒霉 当年 要是不跟他抢 也没这么多糟心事 可他没想到 梁秀琪那个贱人 竟然把那丧门心的孩子送到他们家来 可云家人不算 现在还来祸害他们一家 这口气 他怎么能咽得下去 他隐忍这么多年 要不是梁秀琪 现在他才是副局长夫人 他的女儿们都是千金小姐 如今 他不过是拿回自己的东西罢了 陈丽雪的算盘打得如意 却没有想到 人算 不如老天爷一算 芸汐不仅没死 还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这回来也就算了 带着全冲着上门是怎么回事 当着这么多村民的面 陈丽雪有些心虚 忙背过手把家门掩上 生怕把自己老公嚷出来 芸汐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动作 很快明白过来 扯着嗓子 冲屋子里的人喊 舅舅 我回来了 陈丽雪一惊 串散前 拽了芸汐一把 一掌重重拍在芸汐后背 嚷什么 你舅舅昨天很晚才回来 还让不让人好好休息了 这一巴掌拍在后背上 让芸汐刷出余伤的后背 又疼了几分 她没躲 因为她已经看到 站在门后边 准备开门的舅舅了 舅舅一向疼她 这出戏不演得真一点 实在对不住这么多观众 到老远跑过来看 上一世太软弱 竟然篱下 处处隐忍 这一世 谁踩她一脚 她会还他们一刀子 本来就听到动静 准备出门的梁卫明 听到卫生女的声音 急匆匆地打开门出来 一打开门就看到 妻子又对芸汐下手 脸色一黑 赶忙跑了过来 把人拉开 你干什么 跟你说过多少遍 不准对小夕动手动脚的 你把我的话当耳边疯了 梁卫明 是阳村村长 也是因为当了村长 长了点小官威 上门求办事的村民多了 陈丽雪 没少为着她说好处 夫妻两位这事 天天吵架 每次吵完架 陈丽雪就把气撒在芸汐身上 梁卫明既想当个清官 又要维护万生女 偏偏陈丽雪 就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主 被舅舅拉开 芸汐躲在梁卫明身后 找准了时机 抬起手 哭着抹眼泪 回来的路上 她已经把手臂上的纱布拆了 这么一抬手 手臂上斑驳的画痕 刺目惊心 小夕啊 你 梁卫明还没来得及开口 问她怎么了 一转头就看到 她伤痕累累的手臂 顿时变了脸色 哎哟 手怎么了 怎么搞成这样 不是说回京都去了吗 梁卫明这才看到 她一身狼狈 衣服裤子全都勾烂了 舅舅 两世为人 舅舅在她心目中 是比父亲还要亲的人 上一世 亲生父亲 云元峰一次又一次 把她推给高官子弟 为了平步青云 仕途更顺畅 甚至不惜给她下药 送到高官床上 在云西的记忆里 只有舅舅 才是唯一疼爱过她的人 在活一世 看到这个把自己 养大成人的舅舅 两世的委屈而不甘 涌了上来 再也控制不住 哭了出来 对 哭了出来